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运动 中音上面说动辄生扬 适量的运动对于咱们30岁往上走的这种人群 它有一定的好处 首先对于心肺功能能带来积极的改善 血液的一个供养能力也能带来很好的改善 同时走路或者说是慢跑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放松心情 释放一天当中生活的压力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怎么样去走路 既可以去锻炼到更好的锻炼咱们的身体 又可以去减肥 还能去让我们的腰背颈椎变得更好 那么其实走路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靠两只腿在走 但是更好的走路就是不单单是靠腿 同时咱们还可以把手举起来往上举 当我们把手往上举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会处于一个极度拉伸的状态 你的脊柱是处于一个伸展的状态 同时因为我们在往上伸展 我们的腹部和胸部的一个空间 也会得到极大的压缩 这就会导致了我们会更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肌肉 去控制我们的负压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 那首先我们要先把手举起来 举到头顶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你的腹部和你的胸部 一定要有强烈的这种伸展感 那我们举过头顶以后 慢慢的把脚往前迈 来回往前迈 那这样走的时候 你的腰部和背部的肌肉会处于一个很好的 有一些强烈的拉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就把手举起来 举起来以后 然后慢慢的往前走 前期切记一定不要走太快 因为走得太快以后 很容易你找不到这种发力感 我们讲究运动 一定要以发力感为中心 找到了这种感觉以后 我们慢慢的可以调一下我们的步子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往后退两步 退两步以后 然后我把手举起来 好举起来以后 我慢慢的往前走 对慢慢的往前走 好 这样走的时候 你的背部就会有很强烈的感觉了 我们每天去走一个三分钟到十分钟 就这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很好的把你全身 包括后背 以及我们的腹腔的一些肌肉都给刺激到 同时对我们的内脏系统 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改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大伟 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